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飛俠 有空就去East Bay看看有什麼Release 就發現5月18日 它就有隻Jordan有Retro的11Low 這隻11Low應該都是蛇皮 我都查過了 其實就是這隻蛇皮 另外一款 其實這隻 它這裡的Snicker News 就說是6月1日出的 但是East Bay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5月18日出 我想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留意一下 到5月10日的時候 看看它有沒有圖和轉日子 有時候East Bay的東西 就會一直移動它的日子 不一定跟這個的 我發現這個 這個突然就彈了出來 因為上次的經驗 原來香港也會跟著同一個時候Release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著 Nike Plus 和抽獎的時間 個人的喜好就是 我覺得這隻 我喜歡多於上一隻 即是藍色那隻 這隻的皮的紋 好像比較有型 白色灰色 它這裡很有趣的名字 就叫做Light Bone University Red Sale 黑 Black 我相信是因為鞋頭這條 是黑色、紅色、白色 整對鞋 整體來說 應該叫做灰色、白色為主 而這些紋 也不像藍色的蛇皮 只是純藍色紋 白白灰灰的 有點漸變色的效果 如果這一對出 我想我應該都會入手 可以的話 上一對藍色 我看到 後來都好像 在街上買得到 都不用吃炒的 所以這對 希望這對 都可以有同樣的情況 我也會留意 Eat Space 有沒有很近期會出 其實呢 除了這個 Jordan 11 O 我看到 5月3號 可能都會出 KD12那隻灰色 我想這隻 Multiple Colorways 應該是 那隻灰色 90KID的色 突然間沒有 開啟到 我想是 其實應該是這隻 而 這裏 也有顯示 KD是另一個顏色 University Red Black White 雖然這個 是Boy Size 但我不知道 會不會大人 都會有這隻色 到時要再等一等 一路的Release 是怎樣的 不過目前見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而 如果大家喜歡 可能喜歡 這隻Ultra Boot 19 我看到 好像有些 不同的Colorway 美國出了 我香港沒有留意 其實我看到 有些什麼 薄色 灰色 紅色 那些 因為 外形的關係 我看到 有些網絡 賣了 900多元 我都 未落到手 這隻Ultra Boot 19 希望他會快點 直接跳到下一代 希望 養出漂亮一點 然後可以 入手試一隻 鞋子 如果大家喜歡 講籃球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 我的頻道 按下鈴鐺 收藏 新花資深 拜拜